首先我們先來邀請校長的長官 前科技部部長中山大學校長 目前是中山大學的講座教授楊鴻敦 林董事長還有我們蘇人的董事郭教授 台上有很多我們今天要進來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學界 第一部界的很多好朋友 現場有很多我們蘇人一丸的老師 徒學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受邀來參加我們蘇人醫護管理專業學校的 五十一周年校競跟運動大會 這個週末一大早就看到我們同學的活潑跟活力 讓人家精神非常的振奮 教育就是蘇人蘇的職業 蘇人醫專已經過了五十一年了 我相信在五十一年以前 我們那個蘇人醫專的前輩在建校的時候 這個地方應該是非常幫忙非常偏僻 到現在我們有不到一公里就有國道了 在旁邊就省道 聽說了再過幾年就會有高雄的捷運就要到來 以前也許是很偏僻地方 過一隻的搞不好就是高雄市蛋白 甚至蛋黃區的啦 地理位置非常非常好 假如從我們科技發展來看的話 北邊一點有南科 南科的台南園區 在北一點還有沙倫的綠能園區 還有南科的高雄園區 聽說再過一隻就會有橋頭園區 甚至這個地方就會變成高雄市跟台南市 就是這個中間的廊道裡面 所謂的蛋白跟蛋黃區 所以總地理位置來看我是非常看好 那從這個教育方面來看 我剛才聽那個貴賓介紹 有我們國中端的校長啊主管 也有好像美和啊這個副專級的 或者是科技大學級的學校 甚至還有醫學大學 那在職場方面呢 我看很多醫師工會啊 或是機師工會 或是所有的工會 可以非常 真的是非常欽佩我們的 素人醫專的經營團隊 不管是連結 從聲援這方面 也連結他們的出路 不管是升學的出路 甚至職場的出路 真的是應該感謝我們那個 素人醫專的校長啊董事會 還有所有的師生的努力 我們應該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大家好 這個我也很高興來參加這個 50週年的校競 從不管是地理位置啊 或是我們那個教育來看 我認為 素人醫專 以後的校務真正路上是指路可待 在這邊祝福素人醫專 50歲生日快樂 素人醫專的所有的師生 健康愉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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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謝謝